同学们好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 可以说是本课程 也就是说使用PureQt开发Windows 7i程序 最有意思的一节课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课到底讲些什么呢 我们这节课呢 讲一个第二个实例程序的终极版本 就是这个百度语音识别中的这个 我们也可以做智能家居 我的台灯听我的 那么学习目标 就是了解一些常用的硬件设备 这个包括什么继电器 然后这个USB插座等等这些 并且包含一些智能开关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掌握使用语音控制台灯这个方法 这个是非常好玩的 那么还有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 即刻的话 那么即刻的话呢 你就想通过本课程学习 你就control everything in your home 就控制你 控制你家里面所有的这个电器 当然了 你得征得你女朋友或者家人的同意 因为这个毕竟 强电很危险 操作的时候需要谨慎一点 那么今天扯一扯这个物联网 因为我们这个百度语音呢 也算是这个 跟物联网稍微沾那么点关系 有一点关系 沾点边 通俗来讲呢 就是传统硬件加上这个网络 就是远程控制嘛 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物联网我觉得应该最终不止远程控制 这么简单 应该是很智能化的一个这个 控制系统 最终的指令单元就是这个硬件系统 通过网络在世界任意角落 控制你的硬件 当然了 这样的话 你的硬件就暴露在网络当中 那么总有那么几个 会技术的这个坏蛋 让我们很头疼 因为他们老搞一些这个病毒啊 木马啊 黑我们的这个系统 所以呢 大家用这个东西呢 这个物联网这个东西呢 安全性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但这个跟本课程无关 所以我就不扯了 之前呢 我看到一些网上卖的这些智能开关 所以我自己安全的物聊 也买了一个玩儿 买了之后呢 我就把它拆了 拆了之后 看它怎么做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单片机 加一个继电器 然后有个APP APP是加瓦写的 加上这个云端有个服务器 存储你这个开关量的值 点一下APP的开 云端这个值就变了 然后这个单片机和继电器 里面还有一个网卡 这个相当于这个Wi-Fi模块 TI生产的这个Wi-Fi模块 然后这个单片机 通过这个Wi-Fi模块 连到你家里边的这个 Wi-Fi上 然后他去访问这个云端的这个数据 看这个灯的这个标志位 到底是开还是关 然后呢 就实现了这么一个智能开关 所谓的智能开关 其实就是远程控制吧 这玩意儿其实挺简单的 淘宝上一搜一大堆 但是这东西呢 我们也可以做 但是成本可能做不了 人家那么低 因为他们毕竟是大批量的生产 这种消费的商品 但是我们自己也是 真的可以做的 很简单 我自己曾经用这个 说明派实现过 掏出手机来点了一下开灯 然后回家之后 发现我的灯真的开了 很不幸的是 有一天我点了一下开灯 我忘了关了 我给别人这个演示的时候 点了一下开灯忘了关了 回家之后发现灯泡烧了 这就是远程开关的这个后果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类似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做的就不做远程开关了 大家也别把自己家的灯泡都给烧了 我们就基于我们这个 语音识别这个平台和这个 TYQT的这个GY界面 做一个小东西玩一下 那么我们做的这个叫智能语音开关 首先打一打起广告 广告词应该这样写 我觉得 还在为每天晚上进门黑乎乎的一片 找不到开关而烦恼 还在为夜间起床 什么都看不见而心忧 还没使用麦子随便的智能语音开关 这个纯手下编的 这个产品应该是没有的 估计麦子随便也不会很无聊的 做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来一句你就out了 有了他你只需要大吼一声 给老子开灯 这样的话你的灯就自动的点亮了 同学们说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系统的实现方式 硬件方案就是一台PC 或者是有条件 或者是爱折腾的同学 可以用香香派 树莓派 这都无所谓 这个代码可以在PC上 也可以在Linux上 甚至在MacOS上都会运行 都是一样的 那么一个USB接电器插座 一个台灯 台灯的话大家可能都有 要那种低级的台灯 就是一点开关 它就会开的那种 不要那种很智能的台灯 这是搞不定了 USB接电器插座呢 一会儿我给大家用视频看一下 然后这个硬件呢 PC或者香蕉派 树莓派一直运行 通过USB连接这个接电器插座 然后这个台灯插到这个插座上 这个电源 用这个插座供给 台灯开关要一直开着 就是将控制权交给接电器 你别台灯开关 关着插到这个上面 接电器开关 开关累死了 它也不会让这个台灯发光的 注意这一点 软件方案呢 就是我们使用PYQD编写GUI 这个我们已经完成了 上一节课做完了 不上上上一节课 我们上一节课 用PYSERI这个模块呢 主要就是给大家打一个伏笔 因为我们这节课 还需要使用这个模块 与这个USB接电器通讯 这个USB接电器 为什么可以用创网文化通讯呢 因为这个USB接电器 是USB转创口的 跟单片机通讯的 所以呢 它虽然是接口是USB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创口设备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PYSERI与它通讯 这边我说的比较快 因为我们后面演示时间会比较长 然后呢 软件方案呢 之前跟之前一样 录音进程一直运行 那么监听用户输入 然后电话云云识别 这些我们都做过了 然后对反射结果进行处理 这里边呢 就是要根据这个USB接电器的这个命令 进行一些相关的处理 那么如果是要求开灯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创口 把这个命令发给接电器插座 接电器就接通灯就亮了 如果是要求关灯呢 也是一样的过程 把这个命令发回去 跟上一节课 我操作阿dovino是一样的 现在后退 我又要开始发工了 发工的时候的鼠标又不能用了 这很悲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先把鼠标拔掉 这个电脑USB少 真是一个很干疼的问题 再把这个视频接上 然后我们继续去 打开这个视频 跑到哪里去了 OK在这 这脑子有包 怎么反应这么慢 好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 我说的这个USB接电器 它就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这个上面连的这个是 我的这个台灯 台灯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一个小台灯 这个开关我已经按下去了 然后呢这个台灯 灯体在这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视频呢 晃晃悠悠的 这个也不太好玩 所以不多看了 这个USB开关呢 USB开关呢 它有一个供电的USB口 这个无所谓的 插单5V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接受创口命令的口呢 在这里 就在我的电脑这里 这一条是我插视频的 USB camera的这个线 这一条就是这个 USB插座的这个控制线 插上去之后呢 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这个 它跟这个Python的这么一个交互 那么我的手标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只能再打开 用触摸板打开这个 这是视频 用触摸板打开这个 iPython的这么一个命令行 然后 这个USB插座的这个 com口是com8 我们上一节课的 那个Aduino是com7 那么同样的 它的波涂率也是9600 然后呢 我们这个只要向它写入命令 就可以了 write 这个命令是厂家规定的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买了这个模块 这也是在淘宝上买的 大家喜欢可以去搜 我不做广告 我也不是卖这个东西的 它规定了打开 发送B的时候呢 这个灯是打开的 那么发送A的时候 这个灯是关闭的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测试 那么这个测试怎么做呢 我把它扬起来 然后看着这个灯 OK 这个灯在这儿 然后呢 为了显示出效果 我们把我室内的灯关掉 OK 那么现在呢 这个视频里边是黑乌乌的一片 因为我把我这个室内的灯关掉了 但是电脑上呢 应该还是可以看得清了 我们现在输入B回车 那么这个台灯应该就是亮起来的 正有了一点光 然后呢 我们输入这个发送A给它 这个台灯就是关掉的 关掉之后 整个这个房间就跟闹鬼一样 我有一点怕鬼 所以我们还是把灯打开吧 打开之后呢 手表不好使 打开之后呢 我们继续讲这个问题 这个是通过这个python 已经能操作这个硬件了 已经操作硬件 控制这个灯的开关了 但是呢 我们是想需要用语音来控制 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 这个是视频先不管的 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 sorry 跳出来 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 百度GUI这个语音识别程序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 就差这个控制硬件了 那么我们之前的这个程序 已经通通都写完了 并且大家也知道怎么写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处理结果 这里说一下 语音识别返回来的结果呢 我们要 如果错误的话就这样处理 如果不错误的话呢 我们把这结果打印出来 打印完了之后呢 我们今天要增加一些处理 在这里 我直接写好了 就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这个 反过结果里面 包含我要上厕所 这个词汇 我们就把这个灯打开 就是写一个B 如果说我要睡觉 那么就发送一个A 给这个硬件开关 然后呢 这个灯就关闭了 这个这里为什么要搞成这样呢 是因为我最初想做这个东西 是因为放在自己家里用 这个 不然晚上 这个 喝酒喝多了 或者是吃西瓦吃多了之后 这个夏天的时候 你晚上总想起来上洗手间 上洗手间 晚上起来的时候 都是大半夜 什么都看不见 然后先去找灯 找灯的时候 你就光光光 撞了很多东西 磕的是 清一块紫一块的 很难受 所以呢 我就造了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每天起来的时候 就直接说我要上厕所了 然后在自己把灯打开 上厕所之后呢 就跟他说我要睡觉 然后这灯自己就关上了 那么这里需要用到这个串口操作 集成到我们这个类里面 再次开始 这儿 在这个出入化函数里边 出入化函数里边呢 也不能叫出入化 就是实力化函数里边 放在try cache块里面 因为这个 可能这个串口设备被拔掉了 它就程序就异常退出了 所以你要try accept 我说成try cache了 try cache是那个cchumpt 这个方法 然后呢 这个设备 我本来是运行在这个树莓派上 所以它叫这个名字 这里应该是com8 波特律师9600 然后呢 打开这个串口 如果没有串口的话 就是打印一下 然后失败了 就把这个串口复制为num 就是说没有串口 然后这边呢 在我们语音识别返回这里面 会有判断一下 说如果有串口的话 就发送这个 如果没有串口的话呢 就不发送了呗 好 那么更改就是这一点是很容易的 但是能想到这一点更改的话 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程序 打开之后 是这个我们上次看到这个界面 然后呢 识别程序一直在运行 就Valstds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识别 因为这个灯一直在开着 所以我们先开始识别 噪音比较大 我们直接说吧 我要睡觉 OK 这边好像没有什么正常的反应 我要上厕所 好 稍等一下 看看这个 返回值已经对了 为什么 我要上厕所是打开灯 我要睡觉 是关闭灯 OpenSwitch CloseSwitch InMy List0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好像是出了点小bug 并且我的这个笔记本的噪音非常重 我去把这个门线稍微提一下 噪音门线放高一点 好 然后咱们再去运行这个程序 OK 这个灯还在亮着 大家可以看到 好 把它切换过来 这还是很难弄的 OK 过来了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识别 我要睡觉 等一下 这有一个报错的信息 我看一下 我要睡觉 怎么是OpenSwitch 我想起来了 这个刚才好像是 这个没有关 所以窗口一直被站着 sorry sorry 这只有一个com吧 因为这个县城占据了之后 我们这个识别县城就没法调用了 好 再来一遍 好 方便大家看到这个现象 我要睡觉 哇塞 好吓人啊 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这个灯打开 我要上厕所 OK 灯已经打开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能觉得说 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我不能说 这个我要开灯关灯吗 还是这样的 如果你把这个 呃 这个命令语言搞得这么简单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比如说 真的真的 你后来用这个技术 做了一个产品的话 那么在你将来检修的时候 你会跟别人说 千万不要开灯 这个时候呢 你只以开灯为这个命令语言的话 你说千万不要开灯 这个灯也是打开的 然后你上去去修这个东西 出电了 这就很悲剧了 所以这个命令最好是做成这个 命令最好是命令成这个 比较有分辨率的 相当于是说不会误处发的这种 这样的话呢 就会少引起一些这个麻烦 毕竟这个语音控制这个东西呢 很容易受到干扰 那么大家尽可能的做到这个 滤除这些不必要的这个麻烦 好 我们再试一下 我要睡觉 识别的程序是有点慢的 因为录音程序是不肯定往里边写 我们只能再喊一遍了 我要睡觉 好灯已经关了 那么这个识别出来的是 我们正在海边呢 我要睡觉 然后居然也就把这个灯关掉 我们再把它打开 我要上厕所 OK搞定 那么停止识别吧 然后我去把我的卧室的灯打开 不然这个太黑 这个摄像程序可以停掉了 我就回归我的鼠标 好的 那么我们继续看 这个相当于这个余命令的开关 我们就做完了 实际上呢 没有什么成本 一台PC大家都有 然后就是这个USB接电器 好像也很便宜 我记得是29块钱吧 那么一个台灯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 我们语音控制台灯这个功能了 同样呢 你也把这个百度语音识别 进行了一个实际的这么一个应用 虽然这个可能商用价值不高 但是我们有这个基础之后 你可以尽量的 进一步的去想着压缩成本 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商品的话 其实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 然后这个客户练习 就是利用本节课所学的知识 改造家里的电器设备 就是在改造的过程中 千万要小心 就是台灯啊 什么它都是220伏 是强电 非专业人士呢 尽量不要自己飞线改电路 尽量去淘宝上买 这些成熟的产品 我虽然是这个 很了解这个强电 但是我也选择自己去买 我不想折腾这个东西 万一被电到了 这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呢 改造过程中的安全第一 如果你惹怒了你老婆 本人和麦子学院 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一定要跟家人商量好再改 不知道你老婆开灯开不开 他会骂死你 OK 那么这些课讲完了 感谢大家的听讲